首先先非常感谢我们自发性的团体 让我们今天有机会上台 跟大家介绍自己 我的名字叫哈尼加兆 在瑞税厢服务8年的经验 在2018年很勇敢地出来选花莲县第七选区的议员 那真的是非常感谢当时很多的族人 对哈尼加兆的支持 这四年过去四年 哈尼也非常的尽心尽力 为我们的族人去打拼 其中浓入去会所 还有我们很多的民生的问题 哈尼这边都一一的为大家来解决 刚刚我也听到两位政长候选人 潘岳霞候选人及龚文俊候选人 所提到的一些政策 那哈尼在这边也补充一点 可以吗 那其实我们花莲南区玉璃的位置 站在我们花莲南区的正中央 其中包含我们南区包含瑞税玉璃 富里卓西 那怎么样带动我们南区的一些观光产业呢 其实有一件事情是哈尼必须要再补充一点的 就是我们的艺文产业 作为基地 在玉璃 因为我们有非常棒的乐文化 就是我们原住民的乐文化 我们可以好好地珍惜我们乐文化 来带动我们整个周边的乡镇的发展 音乐可以作为我们乐文化 还有我们产业发展的引擎 所以引擎就是用音乐来去带动我们所有的产业 因为在我们这四年 哈尼这四年 这一县议会也给我们县政府 很多的一些业务人才配例计划的一些政策 目前也都在执行中 我也希望未来不管谁当选 在玉璃镇都有机会可以来发展 来带动我们整个南区 来活络整个我们南区四乡镇的一些乐文 以及艺术文化产业及文创 因为时间的关系 好像在执行一直看时间 最后也祝福大家 未来的日子我们会看到玉璃更好 那哈尼也推荐自己 我是哈尼家走 三个礼马五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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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